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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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展示槟城和新加坡 各九张黑白照片 让两个城市对照彼此的大同小异 槟城的新加坡都有办了一个活动 叫做岁末24小时影像记录 这个活动在每一年的12月31号 那么就发动了朋友们去拍一下 这个城市最后的24小时 他们认为最值得记录的影像 这一次我们就配合乔治世艺术节 我们就把两边的作品并排第一次展出 去年就第一次在槟城展出的时候 就并排我们就发现 其实还蛮有一些相似之处 他也是著名的古迹修复专家 陈耀威先生 槟城的摄影活动发起人陈耀威 也是这次岁末双城回顾展的主讲人之一 他也发现了两个城市的雷同之处 一起把它拼列地展出的时候 它现在有一些是有很巧妙的 那个相似的景象 那个是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过去都是海峡殖民地的城市 所以那些都市的景观就很类似 这样我们就办了这个岁末24小时影像 受邀出席岁末双城故事影像回顾展的谢维芬 是一位在新加坡从事媒体工作的槟城人 谢维芬大学主修历史 他研究了两个城市相似的原因 因为莱博士去到新加坡之前 他在槟城有行政了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所以他就拿了这边的模式来建新加坡 那十八年前我去到新加坡做记者 就感觉到槟城和新加坡 当然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去年在乔治市艺术节 我就做了一个展览 就是研究新加坡和槟城相似的地方 槟城和新加坡街道 大概有超过三十个街是同样一个名字的 所以我们就研究了这个街名 研究了他们的历史 那为什么这些名字会一样的呢 比如说槟城和新加坡两个地方 都有一个叶梅尼亚街 Arminian Street 那这两个街现在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文化 和丰富的culture的street 那我在研究这个两个地方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妙就是孙中山 在槟城Arminian Street 他设置了他的领域 在Arminian Street在Penang 如果你去新加坡 在Arminian Street 他也是有一个viewing room And there's a small park 就是一个小牌匾 在那个墙壁上 还在记录着孙中山那个历史 新加坡和槟城 也是有Tulia Street 在槟城呢 我们的Tulia Street 是一个很忙的一个commerce的street 所以有很多小店 有很多tourist去的一个地方 在新加坡呢 Tulia Street 是the genesis of the banking area 我们还有Queen Street Victoria Street 我们有Sethro Street McKellan Penang Street 在新加坡 然后槟城当然也是有一个 Jalan Singapore 1819年 殖民政府花了6万英镑 新建了这间St George's Church 来佛市当年 也以同等价钱 买下了新加坡岛 所以说 用一大钱的钱 有一座小店建立在Penang 而新加坡 是值得到英国 除了相似的街名 我们也是有相似的建筑物 其中一个就是 E&O Hotel 然后Raffles Hotel 这两间酒店 是建立了同样的 同样的 阿免尼人 Sakiss brothers 在他的历史接待了很多名人 政治人物 明星 作家 也是有新加坡第一个首席部长 David Marshall 有访问过 然后2009年之后 李志正也来过 在他来到马来西亚 官方访问的时候 岁末双城故事影像回顾展 掀开了陈峰的往事 而摄影记录下来的是历史的足迹 然后这个活动就说 过了零零点 大家就分别出去 陈耀威除了通过摄影来记录历史 他每天都得与历史打交道 耀威的正业是一名古迹修复建筑师 多年来一直在家乡槟城 维修古迹建筑 2008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槟城首府乔治市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 他反而更加担忧 槟城老房子的前景 入鱼之后 还是很多被破坏 就是被改成旅馆 或者是高级餐厅 其实是已经超出它 也有那种老房子 它的功能 这是外国的财团 在入鱼之后 像它多的会来购买这些老房子 然后甚至有些比较大的财团 逛买的就是整排整排的 当然我们不能阻止 只是希望说 他们在整修方面的时候 能够叫符合这里那个 这个指南修复的那个原则 然后以免改变了太多 这个老房子的面貌 把它改成全部 如果来就全白 或是黑白的话 那就这样就不正确 距离宾城首府乔治市中心 大约26公里的佛罗山贝 则是盛产榴莲的山区 佛罗山贝也被誉为 宾岛的后花园 宁静的小镇 连绵的山脉 海风常年吹拂 这是一个绝佳的居住 和种植环境 陈耀宗和三个儿子 一起经营他们家族的榴莲园 三个儿子分工合作 一个负责行销 一个负责萌售 一个自然而然当上了农夫 陈智杰是脚榴莲的第三代传人 自八岁起就随父亲到果园干活 我们大多数的榴莲园在高山的榴莲园 全部都是有一个风俗的 这是一代传一代的 就是我们的公公传给爸爸 爸爸传给孩子的 公公交出来的工夫 就是交给爸爸 爸爸再交出来的就是给我们 我们那时候在研究 在更新 这样提高那个质量 我原本的梦想 我就想要做科学教 跟随年龄的一直长大 变成最后我爸爸一直带我上去 还是我爸爸比较厉害了 感染力比较强 他要传功夫给我们了 所以他就说他老了 他的脚也是没有力了 所以他讲 这个功夫你在外面是没有人会教你的 就变成我就 就听了他这番话过后 你就跟他上山了 所以变成 我就做了农夫 哈哈哈哈 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山到山顶 就检查他们的健康 所以每一棵树 只要他少了一根头发 我都会知道 我现在在做就是 预防那个昆虫啊 来干扰我的榴莲 榴莲开花的时候 榴莲树就很多果 所以几百粒的果 我一定要牺牲差不多50%的果 因为我要确保那个品质 因为如果掉太多果在树上的话 就会影响到那个里面的那个肉质 陈志杰对照过榴莲 呵护有加的认真价 得自父亲的真传 陈耀宗在榴莲比赛中频频获奖 被业界称为榴莲王中王 我特地在给死马多 这种圆形损 指这种圆形损都 你刚才把你听说 这种鱼银有些鱼银 鱼银铛木 新加坡人要去登山 真正好路好就去 出自來就去 睡不著了 新加坡人要求猶人不要变 然後他愛的猶人 愛水的 但我們說他嫁去 他的猶人 怎麼會上廣場去 蓋上去 帶去那邊 那邊不會变 然後他吃了 味道又不著 然後他吃了 好 新加坡人要求真正當的 新加坡人多大多數最喜歡的品種 就是比如最出名的毛山王咯 大家都知道咯 過後冰城的冠軍黑刺 還有青皮15號 葫蘆 他們需要的就是100%就是要 新鮮 然後又香 過後口感又要好 他們需要的就是 去到那邊的時候 才發酵 所以我們就會先把我們的榴槤 大概手掌這樣大的時候 他每一粒都上樹去綁那個榴槤 綁住過後 他掉下來 我們就慢慢放下來 放下來過後 我們的榴槤 去到顧客的手上的時候 才開始發酵的過程 所以對於來講 那就是好像剛剛跌的榴槤這樣 我們活人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要一代比一代好 清出於藍這個想法 我們這個第三代的想法 就是想要把榴槤的這個文化 帶去給城市的人認識 而不是單單只是吃榴槤 黃楚役是新加坡這家 藝術榴槤店的店主 原本是會計師的楚役 幾年前開始賣榴槤 今天有兩個好朋友要來拜訪他 這一個 冰塵的兩位兄弟 那個阿芬和Ken 是我以前我們有生意上的來往 我們還是保持聯絡 來想新的方法再合作 再帶那個冰塵的榴槤進來新加坡 因為本身我覺得冰塵榴槤很好吃 我也很喜歡賣 就是榴槤生意的來往 然後我們的話有下給他 所以就是在這個紀元上 大家就一起認識了 所以我們一來新加坡就會來找他 這次來新加坡主要的目的是 找這個榴槤商的朋友 一起研究跟開發 關於榴槤產品的市場 我們現在研發的就是乾料 就是把這個榴槤做成榴槤乾 然後它就不會有這個存貨風險 兄弟在山上與大自然為伍 生活悠然自在 記得當他們離開果園 第一次踏入新加坡這個大都會時 當下被震住了 就發現到我很震驚 為什麼這個國家道路這樣清潔 環境綿甸掉這麼好 然後給我最有印象的就是那個港口 我真是被嚇到一跳 就是那種幽望無際 看到全部集中箱 給我感覺到我很不一樣 新加坡這個國家 真的很強大 第一次地鐵的感覺 雖然我在新加坡體會到這個 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體會這個坐地鐵的感覺 我跟新加坡的關鍵就是 我很喜歡新加坡 就是因為好像第二個家人 新加坡跟檳城 如果要講的話就是人情嘛 人情方面會比較相似 冰城和新加坡的相似之處 除了人情味還有就是口味 所以當榴槤季節一到 陳家的檔口總是擠滿榴槤客 而且一定會看到新加坡人 請問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新加坡 你今天吃的是什麼樣的榴槤 雞蛋黃 紅蝦 紅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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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李珍 隨著香港級丈夫 在檳城居住已經二十二年了 我當初搬來檳城的時候 呃 呃 有些朋友家人會覺得 哇 有點同情我 呃 你是那個大城市的女孩子 要搬來那麼小的地方住 呃 真的應該是很很不習慣啊 呃 會很寂寞 可是現在 他們反而覺得 欸這裡生活不錯啊 而且我們每年都很多 很多亲友来这里旅游啊 那我就带他们到处走走 他们也觉得冰城这个地方 也越来越有魅力了 二十年前开车的时候 就是有点奇怪 路上偶尔看到几只牛 要等牛拨了马路才能继续 二十年前真的很多摩托车 就不习惯 因为新加坡没有那么多摩托车的 一九九六年冰城跟现在 差很远啊 在冰城生活的新加坡人 并不多 吴立真也是在近几年才认识 一群在冰城生活的新加坡人 叫我来加入 这个新加坡人 这个新加坡人 所以我们就不是经常有见面 因为全都是见面 在一乡欲界同乡 大家很快就打成一片 虽然在冰城生活多年 双城之间的文化差异 还是轻易地突显了他们新加坡人的身份 好像你要叫咖啡 一杯乳杯 我们在这边 一杯乳乳 所以你要学会 好像香酒 欢酒 不一样的 咖啡 那个饭 我们叫饭 有饭 没有要吃饭 它这边是讲 吃饭 冰城的生活给予他们不同的体验 比如过马路 要懂得眼神的交流 客服了生活上的差异 他们也发觉了冰城迷人的地方 我觉得既然搬来这里住了 就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到比较充实 我马上去导好自己的生活 认识一些本地朋友 找一些我喜欢做的东西 吴立真就从自己喜爱的社交舞蹈开始 这些新加坡的太太们 因为个别原因而来到了冰城生活 所谓入乡随俗 他们对于冰城美食的口味 也变得挑剔了 冰城是一座美食城市 街头巷尾的地道小吃 对当地人和游客来说 都是极大的诱惑 新加坡和冰城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美食文化却各有各的精彩 谢维芬研究历史 但是对美食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她就是美食专栏记者 我工作在生活的桌子 所以一部分的生活业务 是写上食物 所以我开始讨论食物 至少从9到12岁 我做了很多研究 在土地上 上传统的食物 和街道的食物 所以这是我们的富贱面 我们在新加坡 你们叫做虾面 冰城人 我觉得我们的口味 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每次我们吃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我们很喜欢这个古早味 要保留着这个传统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阿邦 然后是用米粉做的 有椰酱 有糖 然后鸡蛋 是一样东西 最常是放在clay pot 然后用火炭煮的 这是早餐的 只有早上可以买到 中午和晚餐买得到的 我们的小贩是 固定的一个时间做的 他们没有做到整天的 没有像新加坡 所以我认为 第一个原因是 是因为计划 我们计划这边是比较低一点 没有像新加坡这么高 冰城的熟食档口 都是老板亲自掌厨 非常坚持独家的口味 所以我们在前面 应该要不要做 可算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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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维芬和陈耀威这两个槟城人 对家乡的饮食文化 历史人物和古迹保留 都有真挚的情感和自豪 槟城是一个新旧交融的城市 当摄影师用心捕捉了这个城市的灵魂 也惊喜地发现了新加坡的痕迹 岁末双城故事影像回顾展 让两个城市有了共同的脉搏 然后这个活动就是说 过了很难得竟然可以一次 真的是把两个地方的照片 在这里展出 我曾经也想过 这个照片里面 到底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差别 我看如果从一个自然 跟人文景观来说 就是有山有水 不有人文气息的一个地方 那个文化古迹 意识古迹也非常多 而且相对来保持得 相比较真实一点 常常人家会说 新加坡人会看到 这个过去的新加坡 我想大概很多会是这么讲 就搬到这里来展览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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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